Hello 大家好 孩子们现在在游乐场玩呢 然后我出来在车里边给大家录视频说点事 我将会说三个事吧 第一个事情是关于我把这个三十多个微信群解散的一件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后续我可能会通过直播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给大家进一步交流这种一个想法 最后呢如果之前有加过我QQ好友的朋友 最后有一个小事情请大家来帮忙 我将会在今天下午把之前建的三十八个微信群我将全部解散 可能有的朋友在这群里边应该也已经这个看到过多次这个消息了 今天下午将会正式的解散 有在那个群里边的朋友可以这个在弹幕上回应一下 我为什么首先说这三十八个群为什么建立起来的 因为在去年应该四五月份的时候 我的这个YouZack的网站在这个平台上突然间就爆火了 当时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网突然就这么火 当时我只是留了一个群 然后说这个大家可以加入这个群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有反馈 因为新上线的这么一个网站嘛 然后的话如果说没有一个和大家更直接交流一个通道 大家有什么意见反馈之类的 我没法和大家去交流 所以我就弄了一个群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家 那个视频爆火了之后 基本上每半个小时就加满一个群 我就立面给新建一个群 然后把新的群的二媒码放上 大家一扫又半个小时又满了 所以那个一两天的时间我几乎没全在干别的 我全都是在建个群 然后把群二媒码放上去 然后那个群看快要满了 我就把新的群码放上去 然后立即这么搞 最后搞了38个还满足不了 最后我又开始建了几个QQ群 最后发现建了这么多群有什么意义 所以说中间在还有很多人要决定加入群的时候 我在网上贴了一个公告 就是不再建新的群了 但是这所有群的宿命 因为我也不想 因为当时这只是一个相当于一个通知群 说我这网站又增加了什么功能 然后或者带掉什么意见反馈 给到我是这么一个东西 没想把它搞这么多群 所以说我也没有想到运营它 所以说后来慢慢这个群就变成死群了 几乎几个月不发消息 但是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 有意无意的在群里面发个 帮我砍一刀 帮我拼个团 帮我助个力 然后或甩一个什么 各种奇怪符号的乱七八糟广告上来 然后港都很烦 如果一个群还好说这么多群 然后几乎每天都有 一会儿这个群里边有人发广告 一个那个群里边有人发广告 我已经变得感觉这个群已经没意义了 我这个群我都不发广告 我做了一年我都没发广告 我这个群不是为了给那些人 让你们去见发广告的 所以说我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个群 所有的群都解散了 当然有这个群友说别解散了 怎么怎么样 或添加个管理员吧 或者大家怎么怎么样吧 但是我想一了百了吧 就该都解散了 反正咱们还有这样一些平台来 咱们来更好的交流 所以无论是我的B站 头条 我的油管 我的个人的微信公众号 等等这平台 咱们还可以交流 后续我可能还会直播 跟大家去交流 所以说那群既然我管不过来 既然要么是很多人都在 这个开着这个免打扰模式 静音模式 可能几个月都不来看看 没啥意义了 所以我就把所有的群都解散了 今天下午将会这个一个个解散 那个微信群解散挺麻烦的 并不是群主退群就行了 得挨个的把各位请出群 然后最后群主才能退群 否则的话 这个群就随即换了一个群主了 我感觉挺恶心的 所以我慢慢清 在这儿呢 我也就不向大家挨个群里边 向大家道别了 那些劝我保留这个群的 也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劝告 但是我就已经决定要清群了 我也不挨个跟大家道别了 我就把这个群清了 请大家理解 大家这种需要有一个地方 来进行集中交流的想法 也可以理解 因为无论是这个学英语 还是说我给大家去分享一些 关于这个编程学习很多东西 确实大家需要一个交流的地方 但是群我真不认为是一个 很好交流的一个场所 因为它就像一个大集市一样 谁都可以说话 然后谁都可以进去 如果说有什么好的 关于更好的 能有一个大家比较这个有节制的 不骚扰的一个 大家交流的这个场所 除了咱们现在所在的平台之外 那么大家如果还认为 有哪些场所 一些方式给大家进行交流的话 大家可以提提你们的看法 包括有朋友提出说 什么建付费群 什么之类的 因为花了钱的人进群 可能就会更节制一些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之前我搞编程的时候 也确实建了一些 有些免费群 里边也是乱七八糟一大堆 很恶心 要么变成死群 要么里边人乱七八糟人 发广告也挺烦的 最后我都解散了 确实呢 之前也建了一些 付费课程的一些群 那些群里边大家交流 相对来讲就比较谨慎 而且也不会有人进去 发乱七八糟的东西 管理起来比较容易 但大家应该知道 我现在对于搞 就搞我这么一个东西 我对于哪怕 收一块钱这东西 我都很抵制 所以付费群这事 我现在没有考虑过 所以大家关于什么 有各样的想法 也可以提出来 后续有什么新的形式 能大家除了我 像我这种录视频 这种方式 有什么新的方式 能大家来进行 比较好的交流的方式 大家可以欢迎提出来 谢谢大家 那么我想到这种方式 可能就是说直播 因为我几乎就从来没直播过 因为带孩子呀什么之类的 然后事也比较多 所以说也没时间直播 而且我都是白天 有空虚时间 晚上没时间 但好的直播 可能都在晚上或者周末 然后我跟我老婆商量上了 可能等孩子开学 这晚上也不知道 啥时候开学呢 反正等孩子开学之后呢 等这个周末 等周末 然后有一天 他专门带孩子 然后腾出一天来 我给大家直播 我这直播的话 也不会说去 这个正式去上课 因为正式上课 我可能还是采用正式录课 这种形容 需要备课呀 讲课呀 哪会讲的不好 要剪辑掉啊 我一定对我的课程质量 比较这个上心 不会是随便那种 动不动就直个播 那种讲课质量 没法保证 我还是写好 备好课去讲 做好剪辑 再放出来会比较好一点 这种正式的课 但是我那个直播的形式 可能会是说 比如说我就在 练这个听力 我就实地 我就在练听力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 我是怎么练听力 陪着我一起练 我是怎么样的 听一遍英语 怎么再查单词 怎么一句一听 然后怎么再去 反复再背些单词 或者说我甚至可能 过一段时间 也许我可能会去 再考一次雅思 那可能我之前 我再去背考一下雅思 大家实际看看 甚至我把我做模拟题 整个过程 我自己掐时间 然后做模拟题 整个过程 然后包括给自己 判文卷子之后 怎么样的来复盘 怎么样来看自己这个 卷子做的怎么样 这样的过程 我可能会做一个直播 这是纯的这个背考 或者说纯练听力 背单词的一个直播 包括怎么用 咱们Uzack 这个小程序 网页版 来做这个英语学习的 这样一个纯真人秀直播 不带任何准备 不带任何准备的这种直播 那么当然包括编程 我可能会说 我因为我要备课 比如说我要给大家去讲 怎么样的开发一个简单版的 Uzack的一个听力 那我备课之前 我要写代码 我要去怎么样的准备课件 怎么样的来写PPT 然后怎么样的 这个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纯从头来写一个项目 整个过程中给大家 语言生态的一个直播 这个过程中 可能不会太多的讲课 我就是在写代码 写着写着代码 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 仅此而言 也不会是讲课 但是会把我 现在为什么这么做 我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然后的话 我怎么样去解决 我怎么样尝试 那这种尝试失败了 还是成功了 大家看着我 这样一种方式 当然在搞的过程中 如果说一些比较轻松的 一些比较 写下来顺势我的一些地方 我可以一边跟大家聊着天 我一边去写 但一些比较耗脑的地方 我可能也专心去写 然后一些 能给大家一边聊天 一边去写的时候 大家可以随便聊聊 无论是聊聊学英语 学编程 各个生活 各方面 咱们都可以瞎聊 好吧 那行 这就是我这个想法 最后呢 之前有加过QQ好友的朋友 请私信我 这个把你的这个QQ号 你的这个昵称 然后你的这个微信号码 如果可以的话 把你手机号码也发给我 有一点小事情 需要你帮助 如果大家已经猜出来 尽量不要打到公屏上 这个有一点小的事情 需要大家的帮助 行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也没讲什么有用的东西 行 咱们新天这个视频就到这 下周的话 我会把这个 我已经录了好多 录了好多节的这个 咱们这个程序员英语的 这个视频 包括说我也录了好多节的 那个当代的编程的 这个视频 我下周发一个合集 一下子就发出来 咱们这一次的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咱们下次再见